成 上堂了 二十世紀初 廣州武館臨南 高手培出 一位名叫做 岑能的年輕仔 憑一手衣術 一身功夫 隻身闖蕩省城 四十年代 我父親就從佛山 來到廣州 傳承 到後來發人光大 一輩子 影響著好幾代人 岑能是一個 他自己的品牌 也是廣州詠春的一代宗師 也有人稱呼他 是一個鐵臂能 廣州詠春之父 由於他教得好 以及引起了很多 社會上的法國方面的關注 岑能宗師 融合了張寶 阮旗珊 韋玉生 三位大家的武術精髓於一身 二緊迎鬆 先慢後快 他以高尚的武德 及超卓的攻擊 受到武術界同仁的敬重 岑能詠春是指求子五中線 他是以快 所以他有個別名叫快手能 鐵臂能 他指旋轉的 刺橋刺打爆發力 刺橋刺打 離橋刺打 都是他的優點 岑少偉自小跟隨父親習武 他認為廣州詠春拳 講究先納品後強身 通過獨有的權術理念 不斷打磨身心 文明其精神 野蠻其體白 詠春是來自南方的權種 可以以小見大 以柔濟光 特別是水文化 遇光則越強 我們可以在這裡尋找 他的哲學觀點 所謂他就是內外兼收 家父教導我們一定要 心存正念 明察時機 曲直謙禮 守中辭行 在生活和工作 和傳播傳統文化 我覺得是息息相關的 1989年 岑能在廣州成立 廣州詠春拳會 混集了廣州大部分的詠春拳陣營 影響力遍布全球 而岑少偉師傅則選擇 重新回到岑能詠春的起點 世慣 以此為中心向大眾傳播詠春文化 我六歲就在這裡住 我爸在這裡教人 我在這裡長大 所以我在這裡很有感情 我們一六年就在這裡 當時這裡也沒有幾間店 這棟是我們的活動範圍 我們會長期在這裡搞活動 為了傳承飛圍項目 詠春其實是很生活化的 從小就開始玩 手掌握其實都可以詠春 你看到我們的器械 很短的器械 都可以隨手練習我們的基本功 更多的是通過這個地點 作為一個枯化基地 我們也拿了市級的 詠春拳的傳承基地 是很有益 因為政府在扶持著我們 我們很感恩 有一個很好的平台 當然是要出一分力 也通過這裡走出這個社區 進入另外一個社區文化 我覺得很有益 岑少偉師傅認為 詠春拳發展到現在 不僅是一種武術權種 他已經成為了中華文化的符號之一 他作為岑能詠春拳的傳人 傳承和發展 也是他必須肩負的責任 請uez